雙卡近戰 等待列車到來 上班時間 往返公司和住家 賴小姐的日常和許多上班族都一樣 我目前是用1280的月票的方案 然後從它推出的時候我就開始使用了 那目前我就是搭車的位子是從新府上車 然後呢 西府站下車 因為我只要搭超過15趟以上 我就回本了 因為家住新北市 每天搭捷運通勤使用1280捷運月票 可以為它省下幾百元 而在1200元北北基陶通勤月票開賣之後 更是成了許多人的福音 本來就更便宜了嘛 然後再來它的搭的觸角更多了 可以往基隆 可以往桃園的方向 因為我會覺得說板橋其實它三鐵共夠 所以如果再多一個台鐵的選項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其實從小就是住在板橋跟家人一起 那第一個是生活圈的關係已經習慣了 所以如果說 就算我推出1200 我可能還是會一樣是選擇板橋 因為第一個它交通很方便 那它有各種的交通方式 所以不太會有換地方住 尤其以板橋來說 塞鐵共夠周邊商圈也很活絡 南來北往交通方便 成為租屋族的首選 在1200推出後 擴及更大範圍 租客選擇也變得更多 其實過去就有學者分析過 通勤的45分鐘法則 也就是大多處的人能夠接受的通勤時間 是在45分鐘 而如果來換算的話 要進到台北市的台北車站工作 搭乘台鐵 最遠也可以住到桃園的中壢 跟著月票走到新北來找 可能單瓶月租金就會下降到1100左右 那到了桃園可能就有蠻多 可以在單瓶月租金千元以下的物件 所以租一個套房 金額可能就會下降到 所謂的七八千塊錢 確實是可以省蠻多的 如果以獨立套房來看 選擇台北車站一帶 月租金要近兩萬元 板橋一萬三千元 但跨到了桃園區 中壢區 甚至是陽梅區 都不用萬元 就能享有自己的獨立空間 我們知道大家一般在租房子 普遍來說 都會從一年 每年每年來起跳 那當然有一些民眾 甚至為了要維持這個租屋的穩定性 可能一次會簽長約 像兩年三年的約 因此他們當然會希望說 這個政策是具有長時間穩定 內湖南港來說的話 你大概三至十分的通勤圈 往北大概最多就是拉到 差不多基隆的七度左右 那如果往南這邊的話 大概最遠的地方差不多 能夠比較方便的可能是板橋土城 用通勤時間換取較便宜的租金 確實是租屋族可以考慮的問題 畢竟除了捷運 運聚擴急市區公車 輕軌 積結 以及台鐵 因此 六月十五號一二零零月票 預購首日 就已經售出一萬一千張 因為畢竟它是七月一號才會開始使用 那我們提前預售只是希望說分散一下民眾 七月一號開始大量購買的情形 那我們目前是預估說 因為一二八零雙北定期票 大概平均每月有三十萬人的使用 那在假期後續基隆跟桃園進入 雙北市這樣子一個互相通勤的情形 我們預估剛開始應該會達到四十二萬張 目前中央推行的一二零零月票 以三年作為計畫一路到一百一十四年 希望以大眾運輸吸納百分之五的私人運聚 希望說能夠吸引這些四人運居使用之外 可以降低我們交通運輸的情形 以及交通事故的發生 那當然最終還是希望達到我們二零五零 整個進行排放的一個整體目標 那讓我們的整體公共運輸 都能夠持續往上提升 台鐵或者是國道客運 其實整體來講它三十天的一個費用裡面 如果它購買了一二零零 應該可以減省到大概兩三千塊的一個費用 除了為民眾審核包 更重要的是解決台北市的塞車問題 以及節能降低碳排放 希望能達到雙贏 TVBS新聞 何將來謝丹子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